哈囉大家好 我是妮萱好久不見 我現在人在恆春 那我這次來恆春就是來參加回春派對 這段時間我已經很久沒有出影片了 因為我前陣子在剪影片的時候 我發現我很沒有動力剪完那支影片 那支影片也不是一個多難剪的影片 但是我卻沒有那個熱情想要剪下去 所以我是覺得我最近好像有點遇到一些瓶頸 就像今年剛好我平到滿是中年的時候 然後我前陣子也是有點迷惘 就是我很想知道這四年以來 大家對我頻道的感覺 或是對我這個人的感覺是什麼 對 所以我才在我的IG線洞有開了一個錶單 那我現在還是一樣都放在精選動態 大家也可以去填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適時的也要讓自己 有一些充電跟輸入在我裡面的東西 就我不能一直給 因為Youtube的更新頻率都是週更嘛 週更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你會整個人很累 然後到一段時間之後你就是 會覺得明明這是一個我喜歡的事情 但是最後卻沒有東西想要做 所以我就是決定想要 小小的罷工證 那我這陣子也做了很多 我之前沒有時間做的事情 比如說就追很多劇在家耍廢 然後我最近也辦了一個自己的小尾牙 然後也有去參加368他們的尾牙 然後大家看我現在眼睛還沒消腫 都知道我全陣子就割雙眼 然後我之後也會出一支整形的影片 這樣大家可以持續的關注 那我最近也養了一隻貓這樣 那當然這段時間我們的Podcast 還有持續的週更而且很穩定 那我們Podcast現在還沒有賺錢 但是我覺得在做Podcast的這段期間 我覺得有點在回到我當初 就是在做Youtube的初期 對這件事情很有熱情 然後想要努力經營下去的感覺 所以我也是在這段時間慢慢想要 找回我做Youtube的動力這樣子 這這段時間呢 我其實也學到了三件事 我覺得很重要 第一個呢就是要按時的休息 因為其實我做Youtube以來 真的是全年午休過年假日 但我覺得這樣子就是可能會 犧牲掉我跟朋友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然後反而到最後大家都知道我很忙 那就不會約我 所以呢 我後來開始在慢慢平衡這些事情 就今年過年真的是很難得 我沒有拿出電腦 我就是真的是回奶奶家 然後跟家人就是看了很多Netflix 可是我就覺得充分的休息是很重要的 就可能自由業者 你知道你自己沒有辦法跟一般人一樣 有週休二日 但是你還是要有一段時間 讓你是有放假的 再來第二件事情呢 我覺得是可以多去學不同領域的東西 因為像我前陣子 我開始發現旅遊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變得很工作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學潛水了 我就覺得想要開幾個新世界的感覺 或者是你開始可以去網路上面上一些課 因為我覺得Youtuber有時候會太孤單 你會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面 然後只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會不容易結束到外面的世界 但我覺得多走出去看看是很好的 然後再第三個呢 我覺得是多認識新的朋友 而且也是不同領域的朋友 像我去年就認識很多奧肉圈的朋友嘛 然後還有最近那個 pop house不是很紅嗎 然後就是也是跟很多不同領域的人交流到 我就覺得很多資訊都是你過去 你沒有辦法接收到的 但是因為有這些平台有這些機會 然後讓你可以多認識不同的人 就是把自己再一直封閉起來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以上這三點是我最近這個月啦 就是想很多 然後也希望可以持續放在自己往後的生活裡面 就不要一直直埋頭苦幹的拍片這樣子 在創作這條路上 其實一直都是孤單的 大部分的創作者通常都是被關在自己的家裡 自己的工作室裡 沒日沒夜的工作者 自己也漸漸的會被逃空 而這段時間我給了自己很多的空間 很多彈性 也多了很多時間與自己對話 也把很多的時間讓給了工作以外的事 在我的IG首頁一直以來都寫著 是因為旅行而拍片 不是因為拍片而旅行 這句話一直在提醒每個階段的自己 以前是 未來也是 這一趟回到恆春旅行 就像是回到最初的我一樣 恆春依然還是我喜歡的那個樣子 好啦總之呢 這次來恆春就是我這一番休息的尾聲 然後我接下來回台北之後 就會慢慢的開始出片了 那之後呢我會出一些系列 然後好好的調整自己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續的追蹤 跟訂閱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的IG 還有追蹤我們的Podcast 好 保回台北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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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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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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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